每天拿出一小时,你也可以上钻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师一模 今天是凯颖的第五节课 第五节课我们主要来给大家讲一讲凯颖的年招以及技巧 好吧,首先是Q阵的技巧 Q阵的技巧,首先第一个是叫光束双Q 光束双Q呢,我们之前说了凯颖这个英雄 他的Q阵是有两段伤害的,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样更快的把这两段伤害打出来呢 那这里的话,先用文字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是,当凯颖和敌人都在墙边时 对着墙体使用Q阵的技巧光束的打出两段Q的伤害 类似于伟恩的贴墙Q以及蓝枪的贴墙E 所以说你这个英雄在墙旁边放Q的话是可以快速的把两段都打出来 因为你没有位移的一个路径了 我们用视频给大家看一看 首先我们如果没有贴近墙的话可以发现Q的速度是比较慢的 我们先对比一下,看一遍 如果没有贴近墙,你看一下Q 如果没有贴近墙,你会发现Q是非常慢的 因为它有一个往前冲刺的过程 但如果你跟敌方都在墙里旁边的时候 你会发现冲刺过程由于受到墙的阻挡 导致它的速度会变得更快的 这是一个开引光速双Q的一个技巧 这个你技巧的运用的话 一般的说在刷野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去使用刷野或者刷野 或者说打架的时候 我们可以故意的把敌方往墙边引 这样的话快速的打出Q的2-3 可以让我们更快的去接到下一个技能 这是第一个技巧,光速双Q 第二个技巧是什么?引型W 什么叫引型W呢? 这就是我们在用一技能进入强体的时候 在强体内 记得是在强体内 去对敌方丢W的情况下 敌方是如果没有我们开引视野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放了W他也看不见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们在强体内放W 敌人是看不见的 除非他有我们开引的视野 这样的话他看不见我们怎么样丢了W 那就没有办法去用走位去躲掉 对不对?这个应该很容易 这个就类似于蓝博的 蓝博的隐形Q 蓝博在阴影视野里面 对你丢Q的话 你会造成伤害 但是你看不出Q的弹道 看不出Q的特效 这个的话我每次给大家看看 就是说你开引如果在强体里面对敌方丢W的话 这样的话 敌人是看不到你这个W的一个轨迹的 看不到你W的范围 看不到你W的特效 这样的话他就不会用走位去躲掉你的一个W技能 这是开引的W技能的一个技巧 再说一下E 无伤 一行E 第三个技巧叫 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在防御塔攻击范围外进墙 然后在墙里内的时候是不会受到防御塔的伤害 就是说你开引要月塔 对不对? 那月塔肯定要进塔 如果你在塔外用E技能进塔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是不会受到塔防御塔的攻击的 这个的话我们是用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看了没 就比如说这里如果我们要跃敌方的塔 我们可以假装的都要从塔外进去 因为我们一般跃塔是要找机会去接近敌人 对不对? 但你直接走进去就会被塔打到 因为没有小病的情况下 你走进去就会被塔防御塔打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接触E技能在墙外 不过在塔外进墙 然后在塔内的时候你会发现 就算我们在塔的攻击距离范围内 那个防御塔也是不会攻击我们的 这是一个E技能的技巧 那再说一下第四个 第四个就是我们大家都比较 或者说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一个技巧是什么E技能 利用E技能无伤抢龙 这个的话就是一进大小龙的坑的一个墙体内 在墙体内使用惩戒抢龙 这样的话可以再用E技能去回到一个安全的位置 这个的话就比较一般实战中的应用 就应用在我们这个 对面打大龙打小龙 我们没有队友资源 我们需要过去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这样做 就比如说像我这样对吧 打不过去惩戒一下再回来 你会发现这一套操作的话 基本上是你不会你是不会掉掉落出墙体的 我们直接打不加成绩 快速抢掉龙 抢到龙之后再出来 那这也不会被别人留下 然后抢小龙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看你可以利用这一招 非常方便的去抢龙 即使队友没有帮我们 也可以去利用这一招 去抢掉大小龙 好再来说一下 对吧前面几个都有可能是大家比较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的技巧 我们下面的话来说一下 大家不知道的几个技巧 好吧 首先第五个 第五点是如何使用一技能去判断敌方的位置 一技能进入墙体后 可以通过黑影来判断敌方的位置 即使你没有敌人的视野 或者说敌人是隐身状态 这个时候也有一技能的黑影去指示人 这个的话用文字描述起来 有可能比较难 我们这的话用视频给大家看看 首先这里 比如说如果我们一过去走 这个我们一过去的那一边没有敌人的话 你会发现地图上什么都没有 只有开影 对不对 只有开影 发现没有 如果地图上有人 我们再看一下 后面再继续看 如果这个草丛有个假人 或者说有个 就是说有个敌人 或者他是隐身状态的情况下 我们放异你会发现对吧 这里有黑影 所以说如果以后我们可以 就说判断敌方有没有人去反我们的义 或者说我们怕有某个人在蹲着我们 想把我们秒掉 所以我们可以先用一技能去探一探 对不对 你看这里其实我们是没有这个假人的视野了 但我们仍然有这个黑影 代表着什么呢 黑影的这个方向有敌人存在 对不对 那这时候你看我一插眼发现他在了 是不是 这是我们一技能的一个妙用 一技能不仅是穿墙的用法 而且还可以 对吧探测出是否有敌人在附近 这个的话就跟木刃差不多 可以探测一下有没有眼在附近 我们或者这里有没有视野 这是第五个技巧 第六个技巧什么呢 第六个技巧也是大家很 估计新手开影都不会 或者说甚至说老手开影都不知道的技巧 就是如何使用Q技能去延长一技能 就双方式峡谷里面有很多墙是不够你用一技能去直接穿过去的 那你这个时候可以吗 当移速不够走到另一个墙体内的时候 可以用Q进 可以Q进墙体来延长一技能的时间 持续时间 这个的话我们也是用视频来讲解一下 这个因为这些东西都比较难以 就是说大家不知道 谁用文字说起来都比较麻烦 主要还是用视频来给大家更简单的讲解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中路 这时候我们玩开影 我们想从这个墙体直接穿到敌方F6过去 如果我们是从左边走绕一圈的话 那就比较长 而且很容易被敌方眼位观观察到 对不对 因为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河道的两个地方 一般都有眼的 那如何更快的穿过去呢 就比如说给大家看看 首先你一般正常的走过去 你的移速是不够走到第二个 你开一的话是不够直接走到第二个墙 但是如果我们利用这个EQ的方法 你会发现到这样就过去了 对吧 想不到吧 对不对 是不是想不到 对不对 这种技巧 那都只有我们这种突玩英雄训练营的导师才知道 对不对 这是一般人能知道的吗 你看看你平常网卡影有可能想穿过去刷 方便F6都会说我要走我绕一圈 那这样的话很浪费时间 但我们就不一样了 我们就直接EQ过去 这个操作方法是当你 就是这个进来操作方法是用Q技能 Q进墙底内 就当你的E技能持续时间不够的时候 Q进墙底内就可以延长 如果你没Q进墙底内的话 那是不会延长的 我们再给大家看看 你看这个墙也是一样不够 如果用E技能的话 直接走过去是不够 具体是不够的 但我们就一直走到一半 走到末端 然后再用Q技能 这样的话就延长E技能持续时间 对不对 这个技巧 大家可以在下面说多多去观察一下 到底哪个路线 哪个路线是我没办法走过去 必须要用Q技能延长的才能走过去 大家可以下去多去研究一下 好吧 这里因为我们技巧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不多谈了 再说一下第七个 第七个是什么呢 如何在墙内快速的移动 这个的话是其实是利用了我们上一个原理 就是凯尹在一进墙体内的时候 是可以去释放其他技能的 所以说我们在一进墙体内的时候 可以利用Q技能来加速我们的移动 并且你在用Q是不会掉出墙体内的 好吧 这是我们一个第七个技巧 如何在墙内快速移动 比如说我们这里一对不对 一完之后我们可以再 如果直接用一的话 你看只能走到高地的这里 只能走到草 草这里 我们就在这里立一个假人 来标记一下我们行走的路径 到底有多远 但我们还可以用第二种 就利用一完一之后在墙体内放Q 对不对 你会发现明显走的落地的位置就不一样 看到没有 就比你平常走路 那个平常用乙要走的快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第七个技巧 这些都是很显为人知的技巧 好吧 然后第八点 这个的话应该是很多人知道的 但是或许吸收凯颖 不知道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提一提 就是如何最快的进入敌人体内 因为我们说了凯颖这个英雄 他的大招是必须要什么呢 你必须要对敌方造成伤害 你才能进入到他的体内去 对不对 但是有些时候你的Q技能 比达B技能打空了 Q技能又比较近 对不对 碰不到别人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碰不到别人怎么办 那你就可以利用出蓝层界 蓝层界配合上R技能 立马R技能 那这样的话可以光速的进入敌方体内 这样的话可以用来躲地躲避敌方 所以说凯颖的话 一般都是出蓝层的 凯颖一般很少 出红层 一般都出蓝层 因为蓝层可以配合你的R技能 去一个快速的进入到敌方体内 也是用视频给大家看一看 平常的话 这个操作手法 我们先是一波慢放 就是比较慢的操作 快点的话是惩戒加R 当然如果你们用上智能师法的话 你们惩戒和R技能都是智能师法 你直接把鼠标放在敌人头上 就把鼠标放在敌人头上 然后直接FR连按就行了 FR按完F立马R 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的进入敌方体内 这个话就一般用来躲掉一些什么 发条的大招 或者是狗的跳出来 那一瞬间你承接R可以躲掉伤害 比如说发条队丢大了 你一个承接价 可以把他的大招堵掉 或者是狗跳出来了 在四个跳的过程中 成绩也加R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四个那个伤害堵掉 好吧 这是一个凯影的第八个技巧 如何光速进入敌方体内 那我们再说一下第九个 第九个什么呢 第九个就是如何最大化的利用R技能 因为凯影的很多人玩凯影的 其实他不太会利用这个R技能 他总觉得我这个R技能 好像凯影的R技能好像不是什么主要上R技能 主要就是拖拖时间 对不对 这个的话我们就给大家说一下 凯影的R技能一般怎么样利用是最好的 通常情况下 在有一定CD的情况下 比如说有了20%CD的时候 你可以先用QW打一套 打完一套之后再去用R 那这样的话可以等到你Q技能CD好的手 你再去落地 这样的话就可以在无缝 就是说在别人对你没有办法造成伤害的情况下 打出两套技能 先用QW打一套 再这个时候去用R拖CD 你R落地的时候刚好Q又好了 那这样又可以用Q打一套 那如果你是满C 我们来说的是20%CD嘛 对不对 但如果你是满Cd 40%CD的情况下 那就可以打出两个Q加一个W 再去用R 就比如说QW 不是AQW或者WQA 然后再去用Q 然后再R 落地的时候再去AQAW 第一套是AQAWAQ 然后R 落地的时候再AQAW 就是AQAW 这是我们一个如何最高的利用 R进的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 比如说这里我们是40%CD 那么就可以先用AQAW打一套 然后等第二Q好了之后 再去用AQ打一套 然后R落地 你看 落地的时候又有AQ和AW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在短时间内 在承受最少的伤害 打出最多的伤害 是不是 这是一个R技能 最大化利用的R技能 当然这是一个原形态 原形态 如果你是变为鸿凯的情况下 如果你是鸿凯的情况下 那你尽量是说在血量低的时候使用 因为鸿凯的大刀是具备很强的回复能力的 所以说你一般在你 你不能说我买血丢啊 你买血丢啊的话意义不是很大 因为你说鸿凯你会回血 你买血R进去 那基本上就不会回血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在鸿凯 玩鸿凯的时候 你的R技能最好是在自己的生命值比较低的时候 R进敌方最大生命值最高的敌人 这个的话就主要看别人血条了 好吧 一般说在你血量比较低的时候 尽量R到敌方的坦克身上是最好的 因为一般坦克的最大生命值最高的 坦克一般有三四千的血 你R进去有可能回出来就满血了 但如果你R个脆皮 有可能就只会回一点点血 这也是会给大家解的一个疑问 为什么别人开鸿回那么多血啊 我的开鸿只回一点点血 就是因为你R的目标不同 你R一个比较弱的目标 回的血就越多 R个脆皮的目标回的血就很少 这也是给大家看看 红坎如果最大化利用R进来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打这个狗头 打狗头 你可以看到我们本来可以 第一时间就叫R 这没必要 等到自己残血再叫R 你看R狗头这种生命值比较多的 出来的血量就比较厚了 这是一个南坎 不如红坎去怎么利用 最大化利用R进来 接下来是南坎 南坎的话 一般怎么去用R呢 南坎一般是说 在补充补充伤害 或者躲避敌方伤害的时候 去使用R进来 比如说我W打完之后 一套没把别人秒掉 我想更快的把别人秒掉 那我就接这个R 让别人没有操作空间 第二就是用来躲避敌方的激活 因为你凯尹是个刺客进场的时候 有可能 刺客进场时机不算太好的话 有可能被别人激活 那这个时候 你就快速的R进敌方体内 躲避敌方的激活 这也是我们给大家看看 南坎的话 主要是用R技能去补充伤害后 躲避敌方的激活的 就比如说这里 就刚才这里 我是什么 鲁铜 照云影一样 千里走单机 对不对 一个人 突进敌方的所有敌军里面 去把别人秒了 那这个时候 首先第一个 我W打完的时候 伤害不够 第二如果我还不R进去 敌方有黄指锤石 以及任何对吧 那个克列这些应用 会对我造成一个反打 那这个时候 我肯定只能快速的R进去 让敌方那些什么操作都没有做 就直接被我秒掉了 根本没办法 而且也没办法操作 因为没有我的目标 他队友也没办法帮他抵挡我的伤害 因为我已经R进去了 打不死我 对不对 然后第二种也是一样 比如说这第二种就是典型的补充伤害 比如说我这里闪现过去 闪现过去打不空了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伤害不够了也A不到他 那就直接R 对吧 补充一波伤害 就是说第一是为了躲避激活 第二是为了躲避上 这就是兰凯的一个R进能最大的用法 最好的用法 而不是每次就说 不是你玩兰凯 不是每次打不Q玩就立马进 而是说你感觉你的处境非常危险的情况下 你才去叫 你能用平A版面的A死 或者能用下一套技能版面打死 那你尽量就不要用 是非你不能 就你那个时候等不及了 不用 你自己会死了 你才去用 这是兰凯的一个R进能的一个应用 然后再说一下第十个技巧 第十个技巧是什么呢 凯尹如何击杀有位移 或者是有保命技能的英雄 就比如说我们打皇子 这个的话一般是先对敌人造成伤害 然后等到对面准备用逃生技能的时候 再去用R进能附体 那这个的话我们用皇子来做一个比较 要做个例子 比如说皇子 我们跟皇子打的时候 先可以 鞋可以先用Q达不技能 E技能跟他对拼都没关系 然后等到皇子准备EQ走的时候 我们再去用R技能 躲掉他的EQ 或者说跟上他 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办法逃脱 就逃走了 也是给大家看一看 也比如说我们这里 在跟敌方发生一些摩擦 发生一些摩擦 然后小人这里是直接走了 小人这里是直接走 那我们这里在烧皇子 对不对 皇子这里如果 这皇子现在打不过我 他只能选择EQ走 那他EQ走的中途 我就把鼠标放在他身上 跟那个 就比如说你无论是打奥巴马也好 还是EJ也好 只要任何一个有位移的 你就在他准备位移的那一瞬间 用R技能 这样是最好的 你提前用R 他会等你R落地才用位移 你延后用R的话就R不到了 你只要等他刚准备跳的时候 你再聚焦 这就是我们在玩凯隐 在击杀这些有位移的英雄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把自己的R技能捏死一点 要么用来R技能躲他伤害 要么就等他逃跑的时候 用R技能跟上他 这样的话他在逃跑的时候 就会把凯隐挂住 一定要这个实际一定要把话等别人正准备用位移技能逃生手 你才能去用 不能不能早也不能厚 也不能晚 好吧 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十点 然后在十一点什么呢 凯隐R技能地方体内的时候能干什么东西吗 有很多人都 我凯隐R到地方体内的我发现呆 我啥也好像啥也不能干 那我这时候就只能等呗 对不对 那不是这样 凯隐R技身体 敌方身体内的时候 虽然不能去使用他的QWR这三四个技能 但是可以去使用惩戒引燃或者虚弱此类召唤师技能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有可能说你有惩戒 你就可以在R的中途放一个惩戒 然后当你R出来的时候 在配合上一刀品也可以更快的去触发你的电行 或者用惩戒K头 你R到地方体内的时候你是可以用惩戒的 我可以用惩戒K头也可以 是不是 这是一个开引 虽然这个技巧没什么用 但是就是为了让你们了解一下 就凯隐在R技能中到底能干嘛 那就比如我们这里R的时候 是可以用惩戒的 难成用的 看到没有 也可以用隐然和虚弱 比如说我们R到体内 比如说如果你玩一个上单或者中单开引带了隐然 对不对 那我R的时候我就放隐然 或者说我玩了一个辅助开引 带一个虚弱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在R的中途去放个虚弱 这个技巧一般用处不算很大 但是就提一提 第12点就是鸿凯如何最大化的利用敌方的R技能回复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玩鸿凯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R技能一定要对敌方生命值最大的 最大生命值最多的敌人去丢啊 这样的话你才能回更多的血 这个尹尼亚技术是最大生命值 而不是当前生命值 啊 就是说即使敌方的狗头是一个4000血的狗头 他现在只有1000血了 你R进来的体内同样也可以回复很多血 但是是一个2000血的ADC 他现在还有1000血 那你R进去回的血量是很少的 他这个是根据敌方最大生命值来算的 所以你离你变为鸿凯的时候 一定要R到敌方最大生命值最高的敌人 这样的话就回的血才是最多的 啊 这是一个第12点13点就是什么 R进落地的选择 有很多人玩卡尹他的R落地的选择 其实选择不太对 他不知道选哪边会更好 就是有很多人会有疑问 我卡尹R进敌方体内了 我到底该落在哪里了 无论在对面那边好像有容易被别人几乎秒掉 坐在自己这边好像又追不上别人 对不对 是不是有这种疑惑 那我们这种时候就怎么样怎么做呢 首先是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追击的时候 就不是我们在追着敌方打 那就R到敌方逃跑的方向 别人往哪个方向跑 我们就R到哪个方向 第二种选择就是什么呢 如果落地 就是我们R落地之后可能会被秒 那这个时候我们尽量选择靠自己队友这边 那这样的话队友可以救我们一手 导致敌方没有那么多人可以激活到我们 或者说队友可以跟上伤害 导致我们就是说可以趁乱逃掉 这是两种选择 R进的一个落地点 首先是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是追杀敌人 比如这里的话我们在追杀敌人 比如我们这里追过人 那么就落在他的后面 防止他逃跑 如果我们是说 R进去之后突然发现敌方的资源到了 那这时候我们不能继续跟了 因为继续跟有可能被路路变洋就秒了 那么这时候只能就往自己队友这边 一定要记得说往队友这边 不一定是往对面的反方向 好吧 一定是往队友这一边 而不是往敌方的反方向 逃跑的反方向 因为有些时候 如果你R的落地点远离的队友 你的队友还是没办法接到你 就比如说你们队伍里面有个奶妈 你R的你奶妈很远 奶妈也R 就没办法用回去 给到你 是不是 这是R进的一个落地点的一个选择问题 然后我们最后的话 说完的一些技巧 就再来说一下一个连招 好吧 一般的话 凯影连招 凯影的连招应该就算是比较少 没有什么特别好讲的一个东西 主要是首先有几个 第一个是杠克连招 杠克连招的话 一般是用一技能绕后 杠克连招的第一个步骤是用一技能绕后 然后落地的时候 先去AQ 然后你用AQ的一个位移能力 一直在这边等到你A不到它了 才去放W 也就是我们简化一点 AQ AW 记住杠克的时候不是用EW的骑士 一定要记住 是用EQ去 EAQ骑士 就一技能绕后 然后找用一技能绕后的一个机会去走过去A别人 然后接上AQ 等别人闪现了 或者说位移了 你再去接W 减速 为什么不要先丢W 因为你们自己想想 你们自己玩 如果玩过凯影的人 应该会发现凯影的W精神 凯影的W精神 凯影的W精神是很容易空的 为什么容易空 是因为你每次杠克的时候 你都是先丢W的 先丢W就很容易被别人躲掉 对吧 如果你是先用AQ 那这个时候别人已经因为别人被你连上了 那这个时候他只能交出位移技能 那交了位移之后 你再调W 那就容易中得多 你一开始就W 那别人立马用位移躲掉 那你的伤害就跟不上了 对吧 这是它的一个杠克连招 一定要记住 杠克的时候是最多的是要用AQ骑士 这个的话我们在杠克篇后面会详细的讲到 就杠克的时候 这里我们就告诉你们一下 这个基础的杠克连招 一般就是用绕后的基础 用一技能 再演示一般 一般都是用一技能绕后绕后过去的时候 先用平A骑士 平A骑士的意义就在于 让我们更好的打出Q技能的二端伤害 然后追着A A不到别人再接个W 好吧 这是一个杠克的一个连招 然后再说一下单上连招 单上连招是什么呢 一般来说 其实这里记起来有可能比较麻烦 我们只是说一下简单的记忆法 就是在每一个技能之前 接一个平A就行了 AQ AW AR 落地 再AQ A A 落地 再AQ 这个就是比较简单 就是你每打一个技能 你前面先接一个平A 毕竟你是个AD型英雄 平A是非常痛的 好吧 好吧 然后再说一下南凯 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基础的一个秒上连招 对不对 这个单上连招的话 是南凯 不不 是南凯 红凯以及普通形态的凯影都通用的 我们再来说一下 说完这些比较常用的连招 再来说一下一个特殊的连招 第二套就是EWAQ EWAQ EWAQ 这一套会快一点 但是不一定能打出 Q技能的二段伤害 因为你有可能对Q技能二段伤害的距离把控的不好 那个的话需要比较近 才能打出Q技能的二段伤害 所以说我们一般推进用第二套就是EWAQ EWAQ 这也是给大家看一看 一般的话就是EWAQ会更好 因为能保保证完整的打出二段的Q的二段伤害 因为有些时候 为什么你想一下 为什么别人有些南凯秒人那么快 或者秒人那么爽 为什么我的凯影南凯永远秒不掉人 其实有些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你的Q技能没有打出二段伤害 因为南凯的凯影的Q一段和二段伤害是一样的 对吧 比如说第一段是五百第二段也是五百 你少个五百的伤害 当然秒人没有那么快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吧 首先是开始EWAQ的 然后开始幽默WQA 这是第一套 第二套 一般推进大家用第二套 就W过去之后先A一道再Q 这个你可以看到两套的伤害是一样的 是因为这两套伤害打的是差不多 是因为我的一个凯影玩的比较多了 所以我对这个Q技能的一个两段的范围了解的比较清楚 但如果你们了解的不清楚的话 推荐大家像我这样 W过去AQ一下 W过去A一下再Q 这样的话就能保证你打出Q二段伤害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一个凯影的技能和这个技巧和连招片 就到这里 结束了 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我们下面的话也是布置一下作业 今天的作业的话就是 首先第一个就是把凯影的每一种技巧 都在训练模式里面念十次以上 而且要学会应用 在时刻中应用 会会打 但是不会用 没用 比如说很多人会在训练模式里面玩 压锁的什么EQ伞 什么样的花有礼物炸的 他都会一到时间中都用不出来 那没意义 比如说黄指的 特别是黄指的EQ伞 很多人在训练模式里面 都能念出黄指的EQ伞 结果在时刻中用的屁都不是 这个是不行的 你要会用 不要我只在训练模式里玩出来 在时刻中我一紧张就玩不出来 那还不如不用 这是第一个作业 把每一个技巧的一个 在训练模式里面念十次以上 第二个作业就是念连招 好吧 把凯颖的每个连招 同样也是在训练模式里面 念十次以上 而且念的一定不能出现执法错误 不能说我先打的W 也不能说我先打的加进了 而且每个屏你都要衔接到位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一个第五节课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下期再见